中國湖南省有一座千年古鎮 就蓋在陡峭的懸崖瀑布上 到底是如何建成的呢 險峻的懸崖上 壯麗瀑布旁 矚立一棟棟的房子 景觀奇特 宛如仙境 這是中國湖南省有順獻的芙蓉鎮 也就是王村 有兩千年的歷史 被譽為掛在瀑布上的古城 還有電影特別來取景 好 等個半天了 快點 來了 不過在懸崖瀑布邊蓋房子 不怕房子掉下去嗎 原來這些房子是吊角樓 是依山的坡渡建造的 一側建在山坡上 另一側會家常支柱作為吊角 支撐整棟房子 當地人把房子蓋在懸崖邊 是為了節省土地 當時的王村幾乎等同於 今天的上海 寸土寸金 至於這些懸崖瀑布上的吊角樓 一蓋就保持了兩千年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實芙蓉鎮所在地 以前是海洋 隨著地殼上升 部分岩石崩落下來 再加上河水侵蝕 形成現今的懸崖瀑布 由於山體的岩石 是海象的沉積 因此十分堅固 原來這些吊角樓 巧妙避開河口 使得建築地基不受河水侵蝕 這才讓芙蓉鎮能在懸崖上 屹立不搖兩千年 成為中國一大奇境 林一齊編譯 拜託